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关键字的相关性,因此这里想分享七种关键字研究方法,以帮助你找到适合你产品标题、产品描述、功能、五行等要素的关键字。 通过研究关键字,亚马逊卖家可以更好地了解特定商品的需求量,以及人们用于查找这些商品的搜索词。 例如,某人可能通过在亚马逊搜索中输入Apple Phone或iOS Device之类的关键词来寻找iPhone。 关键字研究将帮助你进一步找出客户在亚马逊上找到iPhone所使用的所有相关关键字,并将这些关键字放入与iPhone相关的listing中, 以吸引并转化客户查找关键字的七个技巧。 一、利用亚马逊搜索功能,与谷歌的Suggest关键词建议功能相类似。 当你在搜索框输入特定关键词之后,亚马逊的AutoComplete自动填充功能也会在此基础上关联出许多你可以用在listing中的搜索词。 推荐的相关搜索词会根据关键词的搜索量排序,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需要十足的耐心和不断的改进。 由于推荐的搜索词的量并不少,因此你需要花一些时间从中筛选出相关性更高的搜索词。 二、分析,frequently bought together,经常一起购买,部分,你在经常一起购买,板块下看到的所有内容,都是对产品页面上显示的商品的补充。 通过在产品说明或隐藏的关键字部分中,使用与相关的一个或两个关键字,你可以使listing显示给那些不直接搜索你的产品,但活动表明它们可能愿意购买的用户。 在大多数情况下,相关推荐与客户查找的产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,例如,如果你销售牙刷,并且在listing中的某个位置,包含了相关关键词,teeth whitening fluoride 牙齿美白孵化物,那么你就有可能在该关键词上排名。 三,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,尽管靠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去找出相关关键词,似乎不是一个常用的办法,但它确实能起到作用。 你需要去思考,客户通过什么类型的搜索词,能够搜索到你的产品,然后将这些单词和短语运用到你的listing中。 除了你能想到的关键词之外,你还可以浏览Facebook群组和谷歌趋势,以了解人们在搜索哪些与你的商品相关的内容。 也许它们使用某个缩写词或单词来代替常见的名称,或者,你可能会发现它们在搜索特定产品,例如无线充电器时,大多使用品牌名称,例如Anchor。 总之,相关关键词越详尽越好。 四,利用YouTube。 尽管YouTube关键字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,但对于亚马逊关键字研究,也可以派上用场。 由于受欢迎商品的搜索种类繁多,因此YouTube上的热门关键字,也很有可能在亚马逊上大获成功。 同样,YouTube的自动填充功能也可以帮助你,获取一些新的关键字提示,应该会与你在亚马逊上获取的关键词建议有所不同。 正好可以为你提供在Listing中添加关键词的新思路。 五,使用Google Ads关键字规划师。 这是一个免费工具,可根据用户在谷歌上的搜索内容,提供关键字见解。 由Google关键字规划师生成的数据,可用于扩展你的亚马逊产品,页面关键字列表。 此外,如果你打算投放PPC广告来推广你的亚马逊Listing,你还可以借助这个工具,找出竞价关键字。 六,分析竞争对手的Listing,获得关键字提示的另一种方法,是查看竞争对手的产品,隐藏在其产品标题和描述中的是你可能没有遇到过的关键字。 在关键字研究中,尽可能不要漏掉所有同义词,以无线充电器为例,可能包括Wireless Charger,No Wire Charger等。 七,使用亚马逊关键字研究工具,市场上充具着各种关键字研究工具,建议使用专门针对亚马逊平台的工具。 这样你不仅能够研究关键词,还能衍生到发现产品排名,确定转化率等等。 小结,一旦你确定了要在Listing中使用的关键字,就可以投入使用了,确保将它们分布在产品说明,五行和标题中。 另外,每个关键字只需使用一次即可,因为关键字密度与亚马逊的排名无关。